天才儿童小雪 到 天才儿童小辈 到 天才儿童熊妹 到 天才儿童黑暗魔王大宝 到 报数 一 二 三 六 五 报告王河妈妈 我们天才儿童已到齐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天才学院 警报警报 又不是天才学院的人混了进来 请立即离开 什么 怎么可能啊 我这五个学生都是天才儿童啊 天才到 只有两名天才儿童 被录取 只有两名天才儿童 被录取 什么 我是被录取的 我可是有天才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也有录取通知书 我们也有 我也有 检测到 录取通知书 有一招是假的 有一招是假的 什么 哪一招是假的 我怎么看不出来 聪明的小伙伴们 你们看到 谁的录取通知书是假的了吗 快把他的名字 发送给大家吧 什么 是我 我的录取通知书 怎么变成白痴了 不是 他原来不是这样的 小雪 你的录取通知书里 有黑魔法的气息 应该是黑暗王国的人变出来的 好吧 你先回童话小学吧 好吧 警报 警报 还有两名儿童 不是本校学生 请尽快离开 请尽快离开 可是剩下的人录取通知书都是真的 我该怎么分辨啊 莫高阿姨 能被天才学院录取的小孩都非常聪明 你可以出难一点的题考考我们 答不上来的就不是真的 好 那我就出脑筋急转弯吧 小伙伴们 你们也来试试看吧 看看谁答的最对最快 妈妈把一头漂亮的长发剪短了 可是为什么回到家里时却没有人发现 因为家里没人 黑暗魔王答对 有50%的小朋友也答对了 你们可真厉害 下一题 有一个字人人见了都会念错 这是什么字 不是错字 大宝答对 有20%的小朋友也答对了 你们可真厉害 下一题 在所有职务中 什么职务是最老实的 报救 你们老实报救 恭喜黑暗魔王大宝再次答对 小伙伴们 你们答对了吗 有没有三道题都答对的 快让我看看你们在哪 看来 黑暗魔王和大宝 就是天才学院 这次录取的两位天才儿童了 没错 没错 天才儿童大宝 黑暗魔王 快去班级里上课吧 其他人请离开 请离开 没想到 今天是黑暗魔王大宝被录取的 你们别瞧不起人 我和大宝这一段时间 可是很努力的在学习 是啊 以前大家都说 我和黑暗魔王不聪明 所以 这次我们要证明给大家看 没错 嘿嘿嘿 小伙伴们 通过我和大宝的努力 我俩现在是不是变得很聪明啊 觉得我们聪明的 就给我们发个大拇指 表扬一下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3加6等于9 我进 1加5等于6 我进 我们怎么进不去 当然是 我把9和6颠倒了 谁也不能比我先进入奥特曼王国 4加4等于8 我先走了 快看 门上的数字怎么变了 难道是大宝靠的鬼 完了 我们先进去吧 快进 可子门 我进 我再进 小学小白快来帮帮我 难道不是找和自己相同的汉子 我知道了 这一关是拼字游戏 我的是口 和口子门拼旅 口子门 我进 我也可以和自己拼 木和木是灵 我进 那我和自己拼不招刺啊 哈 你让你们丢下我 你们也进不去了吧 难道是要三个人同时拼好才可以进去吗 那我进口子门 木加口是呆子 那我进壳子门 口加口是壳子 那我进木子门 可加木是壳子 可进 太高了 我终于进来了 其实 第一关 是我把你们俩门上的数字颠倒的 我们早就知道了 那你们不怪我吗 当然啦 我们是好朋友嘛 我太感动了 你们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们中 只有一个人能进入奥特曼王国 只要打倒其他两个人 就能见到奥特家族了 快动手吧 见什么奥特家族 还是跟我去见黑暗家族吧 哈哈哈 小学手本已经原谅我一次了 可是不打倒他们 我就永远见不到奥特曼了 我该怎么办啊 大宝 你不要相信他 我数到三 就动手 一 二 三 我走 大宝 你怎么打我啊 黑暗老爹 果然是你 我就说嘛 奥特曼才不会让我伤害朋友呢 本来只想占一个小朋友 现在看来 要三个都带走了 光之能量 谁的小奥特曼 我来接你们去奥特王国 但是你们回答一个问题 把大象关到冰箱 需要几步 大象那么大 怎么能关到冰箱里嘛 小朋友们知道需要几步吗 快告诉我 和我们一起去奥特王国吧 选宝宝毛盒了 我选一号 小雪 跟我走吧 我选三号 大宝 跟我走吧 我选二号 小贝 跟我走吧 太好了 终于可以拥有别人家的孩子了 小雪学习那么好 当她的妈妈一定很轻松 怎么了小雪 妈妈 我不会穿鞋 没事 妈妈来帮你 又怎么了小雪 妈妈 我找不到书包了 妈妈帮你找 烦死了 你又怎么了 妈妈 我爬黑不敢一个人睡觉 小雪也太爱哭了吧 好想我的小贝啊 真是太好了 我终于也有女儿了 妈妈 我想要买公主裙 看 妈妈都给你买了 不上 什么破裙子 一点都不好看 我要去买新的 那好吧 小贝也太挑剔了吧 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 不要 其他的 统统给我包起来 小贝 你买的这也太多了吧 不行 好看的裙子 我每条都要 不行 这也太浪费了 你不给我买 我就哭 给我买给我买 够够够 买买买 快是大宝好啊 他才不会这么浪费呢 第一次当男孩的妈妈 好开心啊 余地 我甩 大宝 你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 头袜子 我扔 我扔 好重啊 这个家 我一秒都带不下去了 小经理 我不要宝宝盲盒了 为什么呀 我们小贝虽然学习不好 可是他很坚强 我们大宝虽然调皮 可是他从不浪费 我们小雪 可是最爱干净的宝宝 我们要自己的孩子 不要别人家孩子 妈妈 都可以看到我的优兵了 回家我的妈妈了 小朋友们觉得 我要不要帮妈妈们 换回自己的宝宝呢 觉得要的 和一一 觉得不要的 够啊 快告诉我吧 快给我们的影子 涂颜色 好 赶紧涂 不对 我还是动不了 我来 我涂 人头发的有身体 可以了小贝虽 好 我能动了 快一帮帮我吧 我的影子也需要涂颜色 看我的 先涂头发 对不对 小雪的头发是这个颜色 我涂 小雪的身体是这样的 我涂 好了小雪 你试试能不能动 我能动了 谢谢你们 你们怎么了呀 为什么会被定住 这影子军团是他们干的 对他们还会再来的 你们也要小心 我们会小心的 糟了 我们也被定住了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们注意一点吗 我们刚刚在玩游戏 一不小心就被定住了 你们也快帮我们涂颜色吧 好吧 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你们有困难了 我们也来帮助你们 大宝 我来给你涂 先涂大宝的头发 再涂大宝的脸 接下来是大宝的身体 大宝 我涂好了 可是我还是不能动 你看看 是不是你哪里涂错了 我看看 没错啊 是这样 我看到了 这里应该是这个颜色 好了 我可以动了 太好了 大宝 你们现在也来给我涂颜色吧 我来给熊妹涂 熊妹的帽子 身体 还有鞋子 我涂好了 怎么回事 你们是不是又涂错了 我还是不能动 让我看看 是哪里没涂对呢 我找到了 是鞋子错了 鞋子应该是黄色的 没错 我是黄色的鞋子 你们快帮我把鞋子改过来吧 我这样站得太累了 好 我脱 可以了熊妹 我能动了 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等一下 影子军团又出现了 好 我们开场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了 我们来打拨小宝宝了 我喜欢妹妹 我要给小宝宝 选一个公主繁星 我也喜欢妹妹 我要给小宝宝 选一个可爱的发型 去 你们真幼稚 弟弟多酷 我喜欢弟弟 我要给弟弟 换上帅弟的发型 我再给小宝宝 换上粉色的口水巾 嘿嘿 这样 我打扮的小宝宝 就是最可爱的了 我也给小宝宝 换上粉色的口水巾 小雪 你干嘛学我 小贝姐姐 我没人 我也觉得粉色的好看 到我了 我要给小宝宝 换上蓝色的口水巾 哈哈哈 真是太帅了 差点忘了 还有奶嘴 我给小宝宝 选粉色奶嘴 我给小宝宝 选蓝色奶嘴 那我给小宝宝 换红色的奶嘴 时间到 大家的小宝宝 装扮完毕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变成 我自己打扮的小宝宝了 对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也太奇怪了 哎呀 这个红色奶嘴宝宝 也太可爱了 我给你打一百分 你就跟我回家吧 我最喜欢粉色了 这个粉色奶嘴宝宝 才是最可爱的 我也给你打一百分 那你就跟我回家吧 这个蓝色奶嘴的太酷了 我就把你带回家吧 我也给你打一百分 你们三个都获得了一百分 什么 明明我打扮的小宝宝 才是最可爱的 才不是呢 王后也给我打扮的小宝宝 拼了一百分 说的好像谁不是一百分一样 大家安静 你们获得一次无外的机会 现在大家可以重新打扮人偶 谁打扮的人偶分数最高 谁就可以获得超级大礼包 耶 太高了 超级大礼包 一定是我小贝的了 小贝 你少得意 我们比比看就知道了 这次我先来 我要给小宝宝 戴上和我一样的贝壳 再拿上魔法棒 那我给小宝宝戴上王冠 再拿上奶瓶 我怎么没看到这个王冠 拿了吧你 我要给我的小宝宝戴上 小贝弟弟 你怎么可以这样 证明你是我给我的小宝宝打扮的 那又怎样 我看到了就是我的 小贝姐姐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给我的小宝宝戴上帽子 再拿上全账 装扮完毕 现在开始打分 我给大宝打扮的小宝宝打90分 小贝打扮的小宝宝的王冠真是太高看了 我要给他打100分 我给小时打扮的小宝宝打90分 这不公平 小贝姐姐给小宝宝的王冠明是我的 才不是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们谁打扮的小宝宝最好看呢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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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